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芷珊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查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的七章一节至九章十节 记载了神给阿摩斯先知看见的五个异象 强调神对不过以色列的刑罚一定会来到 在上一集我们查了第一和第二个异象 接下来我们会看第三个异象 记在阿摩斯书的七章七至九节 阿摩斯书七章七至九节 他又指示我一件事 有一道墙是按准成建筑的 主手拿准成站在其上 亦和话对我说 阿摩斯书 你看见什么 我说 看见准成 主说 我要调起准成在我民以色列中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以撒的丘坛必然淒凉 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 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 准成又叫做圆垂线 在一条很长的绳 下面绑着一块圆 在建屋的时候 工人会用圆垂线来测量所建的墙 够不够值 在异象当中 阿摩斯先知看见神手里面 拿着准成 准成对建屋是很重要的 如果墓墙不够值 房子就很容易倒掉 神叫阿摩斯用准成 去量一量以色列人的行为 准成代表神的律法 神希望祂的子民照着律法办事 按照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 肯定不合格 今次神似乎不再愿意遥书他们 在建屋的时候 如果肺炎墓墙不合格 或者不合标准 为了安全起建 就一定要把他拆下来 引用同一个道理 神的懈怀必定会临到 已经败坏的以色列人身上 至于神会怎样拆毁他们呢 第九节举了几个例 就是以撒的丘坛会变得凄凉 以色列的圣索会荒废 耶罗邦安的家会被刀杀 丘坛是迦南人拜偶像的地方 当以色列人入了迦南之后 就在丘坛献祭给耶和华 在以色列人未入迦南之前 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只可以在神规定的地方敬拜和献祭 不可以乱地选择地方 以免沾染到异教的污蔑 如果以色列人在加南的丘坛献祭给耶和华 那神又怎样会喜悦呢 以色列人不单只是丘坛献祭 还擅自找地方做圣索 神要求祭司一定要是利美人 但他们就找些不是利美人做祭司 所以当神审判他们的时候 这些假祭坛、假圣索会被拆毁 至于耶罗邦安二世 就连他的王朝都保不住 那这个预言后来又怎样实现呢 根据《列王纪相》第十五章的记载 耶罗邦安二世在位四十一年 是北国以色列做得最久的君王 在他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撒加利亚继位 只是做了六个月 就被沙龙茂朝山位将他杀死 结束了耶罗邦安王朝 当阿摩斯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 伯特利的祭司阿玛姐 将他所说的说话传给耶罗邦安二世 我们一起看第十和十一节 阿摩斯书七章十和十一节 伯特利的祭司阿玛姐 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邦安那女说 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徒谋背叛你 他所说的一切话 这国担当不起 因为阿摩斯如此说 耶罗邦安必被盗杀 以色列民定被老去离开本地 伯特利是当时不过以色列最重要的敬拜中心 阿玛姐很有可能是那里的祭司长 得到耶罗邦安的器重 所以有权随时派人向君王传话 这次他将阿摩斯的说话传给耶罗邦安二世之 你以为有多准确呢? 我觉得阿玛姐会选一些不利于阿摩斯的说话来说 甚至会加严加操 至于阿摩斯希望以色列人尽快回归向神的讯息 就只字不提了 阿玛姐和阿摩斯会说些什么的说话呢? 记在十二和十三节 阿摩斯书七章十二和十三节 阿玛姐又对阿摩斯说 你这仙剑要逃往犹大地去 在那里湖口 在那里说如言 却不要在伯特里再说如言 因为这里有黄的圣所 有黄的宫殿 仙剑是旧约时代对仙知的称呼 意思是看见的人 强调他们看见一些神向其他人隐藏的事 阿玛姐称阿摩斯是仙剑 相信他承认阿摩斯有仙剑的身份 不过就误会他是那种靠讲寓言厄饭食的人 很明显 阿玛姐知道阿摩斯是南国犹大的人 所以劝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仙剑 不要再在不过以色列的宗教众地 说些危言耸听的说话 经文说 伯特里有黄的圣所和宫殿 表示不过以色列的君王 时时都会去那里拜偶像 阿玛姐那里的祭司甚至是祭司长 当然怕阿摩斯乱说话 会影响他的权力 林斌 这件事加插了准成这个异象后面 又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 阿玛姐代表当时的权贵 他的表现完全不符合神的标准 也不符合律法的要求 为刚才提过的议仗举出一个实例 至于阿摩斯如何回答阿玛姐 一起看十四和十五节 阿摩斯说七章十四至十五节 阿摩斯对阿玛姐说 我原不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是木人 又是修理桑树的 耶和华选召我 使我不跟从羊群 对我说 你去向我闻以色列说预言 阿摩斯为自己的身分解释 他并不是阿玛姐心目中 那种靠讲预言握饭食的所谓先知 接着下来 他针对阿玛姐说了一段预言 子山帮我们读十六和十七节 没问题 阿摩斯说七章十六和十七节 阿玛姐哦 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 也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的妻子必在城中作妓女 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你的地必有人用城子良了分取 你自己必死在污谓之地 以色列文定被老去离开本地 阿玛姐操弄信仰 又藐视神的伯仁 所以祂的罪行为自己带来就作 祭司的职份原本是崇公和圣洁 而祂的妻儿子女也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不过祂误入祈祷 除了自己要死在污谓之地 即是外邦人的地方以外 祂的妻儿子女也受到牵连 嗯 阿玛姐的妻子要做妓女 她的儿女会被杀 产业会被瓜分 对了 这个预言后来怎么应验呢 北方以色列在主前的722年被亚述消灭 之前亚述曾经有好几次侵犯北方以色列 将她的人老走 相信阿玛姐和她的家人 亦都在这段时间被杀或者被老 好 今集的查经就停在这里 在下一集 我们会查第四个异象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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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